美食百味当中提到仙子味 鱼肉是当之无愧 仙这个汉字就是由鱼和羊两个字组合而成 鱼的做法多种多样 清蒸 白酌 可以呈现鱼肉本身的鲜甜 红烧 干煎 则赋予它浓厚饱满的口感 再加上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 鱼肉便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菜肴 更有那些善于巧思妙想的人 把鱼肉制成鱼园 做成馅料 一眼看去 化鱼 鱼无形 一口下去却是鱼味无穷 临山进水的衡阳 水产品十分丰富 形形色色的鱼鲜 在人们眼里是再寻常不过的食材 用新鲜鱼肉制成的鱼丸 是当地颇受欢迎的一种食物 衡阳的鱼丸是年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 鱼丸的形状做成缩形 样子更像是鱼 当地人称之为园子 蒋明生 鱼丸首艺人 经营鱼丸摊已经三十多年 来了 监家鱼丸的鲜美远近闻名 顾客更迭了几代人 可以说 这鱼丸的味道已经融入到了城市的记忆里 一进古西的蒋明生 认为鱼丸对于这座城市有着特别的意义 因此他尤为希望 能够将自己的手艺传承下去 蒋明生的四个子女各有所忙 起初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 传承父亲的记忆 眼看着父亲的鱼丸首艺 就要后继无人 蒋艳丽坐不住了 因为做这个鱼丸子确实很辛苦 我爸爸本来就肥脚有一点不方便 我看着他们做这个东西 就跟他学呗 今天做个鱼丸子 今天今天做个鱼丸子 包括装两袋 十多年过去了 蒋艳丽的鱼丸生意做得有模有样 随着食客的口味越来越挑剔 鱼丸子 鱼丸子的制作也不断升级换代 蒋家的记忆 对于选鱼和调味的要求尤为苛刻 选鱼讲究的是新鲜 而调味关注的则是去腥存鲜程度的拿捏 鱼要选择二到三公斤大小 太小或太大都不行 这个鱼肉是有讲究的 太大的鱼 那个鱼肉就太老了一点 鱼太小了 那个鱼肉没有这么紧致 做出来的鱼丸子也没有这么弹 除了葱姜这些去腥的调料 还要加上比例适当的肥肉泥 生粉 鸭蛋清 既为提升鲜香 又不过多抢夺鱼的本味 所谓打鱼丸子 就是将材料充分混合均匀 为了将这么多分量的混合食材 均匀分配到每一丝鱼丸料中 蒋燕丽要下不少功夫 相比于父亲 他常常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处理好的鱼丸料 散发着浓浓的鲜甜 毫无一丝多余的腥臭 而后 它们被搓成不同的形状 以供购买者依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是一家人难得团聚的好日子 衡阳人有着无鱼丸不成席的惯例 在这户鱼丸世家 用蒋燕丽亲手打制的鱼丸所做的菜 自然是主角了 回来吃饭 鱼丸延续着过去 成就着未来 就着鱼仙团圆欢聚 成为家人心中 萦绕不散的亲戚 一山傍水的衡阳人餐桌上 离不开鱼丸 地处鱼米之乡的绍兴人 对鱼丸也格外钟情 不同的是 相比衡阳鱼丸里 鱼肉与猪肉混合交错的浓乡 绍兴人则更喜欢 纯鱼肉配方的简单滋味 剑湖位于绍兴西南八公里 精彩几乎每天上演 撒下的鱼苗 在自然的河道中 变得野性十足 最鲜的鱼园 一定出自这里 鱼料就绍兴的 剑湖水 剑湖的白鲁 铜尾东选的鱼 一定会十分泼辣 除了鲜活 致密紧实的纤维 同样决定了最后的口感 这是绍兴厨师最传统的标准 一把菜刀沿着几股 顺势用力 好的厨师能够看穿食材 花莲刺多 鱼腹的十一根小刺藏在肉里 没有花式刀法 但如何下刀 如何用力 按板功夫 代代相传 刀是厨师延长的手 如何控制成了学习的第一课 绒泥状的鱼糜 是口感滑嫩的基础 片鱼 刮绒 切剁 整个下午学员们 重复着剁鱼糜的要点 挥舞两把菜刀并不容易 长时间的机械动作 让手腕变得僵硬 马蹄声也已失去节奏 但童伟东并没有手下留情 因为他知道鱼园好吃 就必须下笨功夫 然而回到童伟东的后厨 课堂上的马蹄声和笨功夫 却被高速电击所替代 原本兼职的手工 在这里消失不见 分解成块的鱼肉 被倒进了搅拌机 机器的轰鸣声 替换掉了切剁悦耳的节奏 为何不坚持 原因很简单 在绍兴 不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饭店 老绍兴人下馆子 必定会点清汤鱼园 这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菜 食客越多鱼园越抢手 但若是坚持纯手工 清汤鱼园只能限量 究竟是手工还是交给机器 棘手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 放下刀拿起笔 同伟东计算着一天的用量 两第五到十二第五之间的 可以做二十个鱼园 二十五桌 每桌六个计算的话 五六三十 二六三一百五十个 作为厨师烹饪并不难 但作为主厨 权衡却很难 教学生的话 各大就不一样了 学生他都用正规化 或者学校正规化出来 你到待会儿的话 你说 谁来做一百多做五十多做四花 你手工做的话 那完全做不错的 机器就一个点 就一个就打的时候 粉碎的时候 另外他都是用原始做的 有所变通也有所坚持 总有一些手艺 机械无法替代 脚打好的鱼绒 必须在案板上抹开挑刺 虽然细碎的鱼刺 大多数人吃不出来 但同伟东固执地认为 这是规矩 哎呀 这些东西这么小 挑起来这么麻烦 挑它们干嘛 干脆放它打一斤 打一算了 整条鱼的鱼 里面肯定骨头这么多 它再这么大 也不会打到哪里去 肯定有一点 口感肯定完全不一样 一定要手工 水和盐 一定要手工去感觉 就是这个味道 辣味道 下馆子 绍青人忘不掉 这道家常菜 因为它繁琐 它需要耐心 更需要用心 夜幕降临 老程又开始热闹起来 白如玉珠的鱼园 浮在清汤之上 味道比颜值更加惊艳 把鱼刺剔得更干净些 把鱼绒切得更碎些 一道家常菜 只有像做给家人吃一样去制作 才是最好的烹饪 关于时代与机械 同卫东不抵触 也无法阻挡 他相信传统和现代元素 可以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只要用心 就能继续为大家 打造出口味最佳的鲜美鱼园 南方人把鱼肉酿成磕磕鱼丸 北方人则把鱼肉 包进一个个滋味鲜香的饺子里 沸水翻腾间 海鱼的鲜美 被饺子皮牢牢锁在其中 咬上一口 满满的来自大海的美味 让人心满意足 在上世纪物资匮乏的年代 包着肉的饺子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奢侈品 是逢年过节才能享用的盛宴 但是在危害 吃饺子却历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因为这里有鲍鱼饺子 鲍鱼学名蓝点马椒 是一种凶猛的鱼类 它们灵光闪闪行动敏捷 难得的是这样一种美味食材 却产量高价位低 而且肉厚刺少肉质紧实 爱吃面食的危害人 自然而然地把鲍鱼当成了最理想的饺子馅料 每天清晨 年过八旬的孙乐意 会和妻子准时出现在这挑选食材 鲍鱼是必选食材之一 选这个鲍鱼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而引到三斤斑 这个重量的鲍鱼最好 刚打下来能看出一个眼很凉 就是鲍鱼 年轻的时候 农家孩子孙乐意参军入伍 当上了私务长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受到全军的表彰 事迹还曾被写进了教科书 退休后 他仍然舍不得放下自己这一身厨艺 在海边开了一家饭店 继续乐呵呵地跟食物打交道 回到家 他还是离不开三尺灶台 用自己的巧手 为家人包一顿鲍鱼饺子 让家人围桌而食 开心地享用这道传统面食 是他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孙乐意做鲍鱼饺子 要提前准备好调味汤汁 用花椒 葱 姜 泡水 两小时后 这水会发挥出神奇的功效 用刀背反复敲打鱼肉 使鱼内侧肌肉松散起融 把鱼饺子的馅特别细腻 正是因为剁肉的时候下了功夫 压压的目的 为了使这个鱼肉更细腻 给鱼去腥的诀窍 用到了那碗泡了两个小时的调味汁 鱼肉充分吸收调味汁之后 花椒 葱 姜的味道融进来 不但没了腥味 而且增添了鲜香 如果说鲍鱼馅料是饺子的灵魂 那么如何用面粉做好饺子皮 也是成就这道美食的关键 包饺子的面要和好有讲究 面太硬 封口的时候就捏不紧 饺子容易在锅里散开 面太软容易塌 包出的饺子容易走形 要软硬适中 揉到表面光滑 软与硬之间的拿捏 孙乐意一上手便知分寸 一家人动手包饺子 是孙乐意家的传统 馅要多放一点 两边对折捏紧 薄皮大馅才是 鲍鱼饺子的独特口感 年轻的时候 孙乐意在海边 第一次品尝到了鲍鱼饺子的味道 那种食物本身的鲜美 一直留在脑海 他爱上了鲍鱼饺子 也一生痴迷于 这种海鲜和面食的美妙结合 这种结合 也成了微海人灵魂深处 无法抹去的美味 五分钟后 属于孙乐意独家味道的 鲍鱼饺子出锅 鲍鱼饺子来了 饺子皮柔韧筋道 鱼肉馅软嫩弹滑 咬下一口细腻的鱼肉 在唇齿间研磨 鲜美的汤汁一触即发 浓郁的鲜香 绽放在味蕾之上 饺子皮和饺子馅 都保留着自己的味道 却又相得益彰 这正是孙乐意舌尖上的记忆 他这个人呢 一辈子就是请早晨的起早上市场去采购 晚上经常都是十一二点才回家 看着他很辛苦 不辛苦 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 它不光是挣钱的事 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件事来 担任自己的思维 担任自己的身体 我停下来也许没有现在这个状况 除了传统的鱼肉美食 大厨们也不断开发着各种新形式新口味的菜品 以满足人们求新求变的口味需求 中山人就发现 他们熟悉的早茶菜单上 悄悄地出现了一个新的点心 鲭鱼烧卖 李秀荣是中山知名的早茶点心师傅 从十八岁开始做学徒 到如今成为大厨 近二十年的时光里 他善于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巧思 炮制各种色香味俱佳的茶点 李秀荣正在思索着 把鲭鱼这种当地人尤为钟爱的一种食材 用作自己新品茶点的馅料 鲭鱼在中山当地是很常见的鱼类 无论是江河捕捞还是池塘养殖 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鲭鱼 都是当地人的心头号 烧麦 中山人习惯称为干蒸 是早茶里经久不衰的老牌明星茶点 把鱼肉做成茶点 在当地可谓难得一见 这是李秀荣大胆的尝试与突破 更是作为茶点师傅的一份匠心 早上的话想吃鱼 但是点一整条的鱼 又有点压力 喝一个早茶的话 我点一份鱼又干蒸 又能吃到鱼的鲜美 经济又死会 小心把鱼肉去骨 剁碎揉搓 随后放入马蹄与香葱 提升香味和口感 最主要应该是加上肥肉 不要想着 哇 鱼肉加肥肉 那是很怪的 但是它们是一个很巧妙的搭配 那种吃起来的口感 会很滑 很香 经过反复摔打 使其纤维改变 得到爽滑的口感 随着摔打的次数增加 鲫鱼肉质愈发筋道 茶楼里干蒸的面皮 虽然用量很大 但李秀荣仍然坚持手工制作 用鸡蛋还有面粉就是筋道 我们制造出来的皮薄的话 吃起来那感觉滑 看起来比较鲜艳 看起来比较有食欲的 他认为手工感制的面皮 在不断重复看似枯燥的揉搓中 才能达到外表吹弹可破 口感韧尽十足 每一个步骤 李秀荣力求做到细致入微 一手碾料 一手捏形 一张一盒间 透露着一份玲珑匠心 传统地道的干蒸 很大一颗的那个 我们现在就改进了一下 每个都是很小小个的 一口一个 鲫鱼干蒸 在推出一周之后 很快成了当地人热捧的茶点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 无论是传统菜色 还是创新口味 鱼丸 霸鱼饺子 鲫鱼烧麦 这些吃鱼不见鱼 却齿颊留香的鱼肉美食 无不体现出 制作者的巧思妙想 匠心独运 让人时过难忘 回味悠长